大家好,我是鱼鱼 有的歌有的演很尖的 我手机镜头就是走这边一经过啊 都没有怎么仔细去拍它 有的朋友就说了 你这个水壶里面泡的是什么 这个是泡的洋葱水 洋葱 里面很黑啊,你看到没有 这个是我泡的那个活性碳 活性碳刚好给洋葱一起泡的在那个水桶里面 现在水桶里面泡的是蒜水 这个洋葱水呢 一个礼拜给它喝个两至三天啊 还有那个蒜水 咱自己家那个蒜给它压扁 给它泡一下就行了 也给它喝个两至三天 冬天的情况下可以多放两天没事的 要是夏天要每天换一次 要是给它喝的时候 因为夏天温度高啊 你要是不去换 鸽子基本上也不会去喝了 它这个发酵的很厉害 味道特别的重 这个不是药 可以多给它吃一点喝一点 也没事的 比如说这个洋葱 有的歌友也可以给它用那个 就是打碎机啊 给它打碎 他也吃的 都是歌友建议 还有歌友说那个姜水啊 姜切成便也可以给鸽子喝的 都是很不错的 这个桶里面现在泡的是那个蒜 昨天弄了一头蒜给它压扁 放在这个桶里面 水位又放满 怕蒜少然后起的作用不怎么好吧 所以说没有给它放满 朋友们可以定期给他们喝点那个蒜水 洋葱水都是很不错的啊 尽量少用药 昨天给一个兄弟聊天他还说呢 鸽子都烧毛了说的 该怎么样来治 有朋友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鸽子烧毛了怎么治 要叫我来讲啊 鸽子烧毛了 只能它自己退掉 不要再去用药了 老用那么多药给它清理 各种清理 其实挺伤鸽子的 毛都烧了耶 清理完了鸽子也差不多了 到时候出来的小鸽子能好吗 我不知道朋友们 都是用什么药去清理那些体内虫 但我鸽舍里面的鸽子啊 我是没有清理过体内虫的 他们都平常没有什么虫 有的朋友肯定又说 咱不是抬杠啊 体内虫 你比如说鸽子在饥饿的情况下 它比如说那些回虫 它会拉出来的 我鸽舍里面一次没有看到这种虫子 真的 它都是很正常的 就是说体内虫的那个药啊 就是用人用药 我就可以判断出来 这个药很厉害的 所以说我不敢用药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关于这个体内虫 可以说出你的想法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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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